我们一起翻开神的话好吗? 我们 《格林多后书》 我们很清楚的经文 《后书》第三章 《后书》三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 我们翻到之后 我们大家一起共读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各位要对圣灵的工作 要正确的认识 那么再翻到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第五章 讲到自由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呢? 第五章第一节 一起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住 不要被奴婦的恶挟制 就很多要挟制我们的思想 那挟制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我读就好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情欲这个字出现了 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所以各位的自由 是要把各位带到哪里? 带到爱了 对不对? 能够爱人如己的 这样的人是最自由的 他得的自由 也是正确的自由 那么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 人的争斗 因私欲来争斗 相咬相吞 而十六节这里又说什么呢? 十六节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刚才说什么?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 所以圣灵带领的脚步是绝对自由的 所以你要自由 要懂得顺着圣灵行 因为这位加勒台书这里讲到自由 那怎样自由呢? 你看你顺着圣灵 就不放重肉体的情欲了 情欲这个字又出现了 所以各位 自由和情欲 就相反的东西 你要满足情欲 你不可能自由的 那情欲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 情欲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很容易看见的 自由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 奸淫 无悔 邪党 拜偶像 各位偶像是掳掠你们的 你们拜钱的人 其实从来没有喜乐的 各位真的偶像 偶像是狭自人的 邪术 仇恨 你恨人的你今天晚上睡不着 你恨我我睡得着 你睡不着 真净 真净 忌恨 恨 恼 恼 结党 人为什么结党? 分你我 因为要找到安全感 你站在我这里 我们对他们 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合在一起 结党 教会里面 小事大事都在结党 两个人的看法一样 就在一起 带领的部队 结党 对不对 结党 然后呢 纷争 异端 妒忌 那我们都知道了 这一切等类的东西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着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各位这一刻呢 我简单要讲的是 我们的心灵 怎么借着圣灵的工作 来得医治 那么 格林多书 很清楚告诉我们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了 各位 自由是什么 自由不是 你想做什么就做 很自由 这是世界的人认识的 也可以说 你的情欲告诉你的 其实真自由的人是 我能够不满足 我的情欲 来思想 判断 说话 行事 这个叫真自由 情欲是叫你贪心 贪心的人没自由 情欲叫你淫乱了 情欲叫你要保护自己 所以结党了 讨厌人 越想越气 再想更气 对不对 你不能控制自己 因为你被情欲填满了 所以慢慢呢 按着情欲行的人 他是得到精神病的 你们知道吗 精神就是受捆锁的 被捆绑的 你不要想也不能想 不要贪也不能贪 这就是精神病 对不对 这个就是情欲 情欲叫我们 情欲想不想自由 情欲想不想叫自由 但是情欲叫我们要得自由 但是要得的自由 是让我们放纵的 所以你一定要认出 情欲也告诉你 你需要自由 但是那个自由是 你想怎样就怎样 想说什么就说 那个情欲的 情欲 会不会告诉你 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情欲会不会告诉你 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想深一点 他会告诉你的 圣灵的工作 是叫你误解圣灵的工作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每次 把圣灵的工作 当作心里很舒服 很舒畅 情感很安舒 然后这个就是 圣灵的感动 各位情欲会这样告诉你的 对不对 各位 情欲会不会告诉你 慈爱 情欲会不会告诉你爱的事 有没有 会 因为人都需要爱 但是什么爱 歪曲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是什么爱 上帝叫一男一女 他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对不对 这是承诺的爱 不是 一下子的欢爱 不是带给你快感的爱 所以情欲 叫你对爱的感觉 也错了 所以有一些人 永远是 对自己的配偶 看不到他的好 看不到他的好 其实呢 他的心里面 已经被情欲掌控 来认识爱 来要经历爱 所以呢 对一般有承诺的爱 圣洁的爱 是感觉到很纳闷 所以自己的配偶的好 也看不到 总是看到他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 就是满足我哪一个地方 他没有挑动我 还是哪里 这个就是情欲的爱 所带来的东西 各位 这一切都是情欲的东西 情欲的东西呢 其实圣经说 显而易见的 显而易见的 但是呢 当一个人被情欲挟制的时候 他慢慢越来越看不见 原来这就是贪心了 原来这就是败偶像了 原来这就是妒忌了 都看不到这一切东西 所以只有要我感觉舒服 感觉舒畅 合乎我的感受的 有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认识 才能够觉得圣灵感动 这是情欲带来的一个误解 所以呢 情欲叫人啊 已经失去了圣灵感动人的 那种真实的感觉 我现在这样讲 圣灵感动人的 那个真实的感觉 那个被神的爱充满 被神的意来光照的 那种感觉 已经坏了 所以这个机能 心灵的机能已经坏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假道就来了 假道来的时候呢 马上满足的是人的情欲 所以我们一定很清楚 所以圣灵的工作呢 是从哪里开始 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介绍圣灵的时候 所以你情欲跟圣灵分不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能靠着圣灵得医治的 我现在讲 情欲跟圣灵 你不能分出来 因为圣灵也在心 情欲也在心 你们顺着圣灵行 就不放肿肉体的情欲 圣灵和情欲是为敌的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两个分不出了 圣灵给我们自由 但是你的情欲也有自由 但是哪一个是真自由 分不出 圣灵也给你爱 圣灵的爱浇灌在你心中 另外一个呢 按照情欲 我到教会 我要寻求的爱 上帝怎样的 爱我 弟兄姐妹怎样 呵护我 一直找这种爱 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 你分不出 分不出 所以呢 就是连分都分不出的时候 情欲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 你都分不出的 你怎么靠圣灵 你们听得懂我要讲的吗 所以约翰福音 我们主耶稣第一次介绍圣灵的时候 14章16节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各位 多若的人啊 已经不认识神了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说 不认识圣灵 也不清楚圣灵的感动是怎样了 他只认识的是什么 他只认识的是自己 肉体的情意 给自己的感觉 听得懂吗 所以你的情意给你的感觉 所以多若的人 对不对 一生到这个世界 哭啊 给我啊 给我啊 对不对 整个宇宙万有的上帝的爱 看不到的 然后 这个世界里面一直要抓 要得的 最情意的东西 对不对 得到什么 所以大卫说 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收留我 很奇妙的 反而那个时候 人都离开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看到 就会上帝爱他 收留他 但是有一些人是 来到教会受伤 受伤 这个教会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因为受伤 各位你受伤的时候 圣灵有没有离开你 祂是保护使 保护你的 但是你感觉不到 因为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世人都是靠感觉火 靠情欲火 你们了解吗 所以现在 主耶稣要介绍圣灵的时候 祂说 祂是什么灵 真理的圣灵 阿们 这句话很重要了 你一定要透过你认识 信从真理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 开始会认识这个圣灵 之前 多半是你的感觉 其实都是你的感觉 都是你的感觉 都是你的情欲里面 所调动你的欲望里面 你要得的东西 所以这个很难理解的 我们主耶稣第一次 介绍圣灵的时候 祂是这样介绍 祂要与你的洪灾 但是世人不认识祂 也不能接受 哪里有 都感觉不到 看不到 哪里有 对不对 当然了 因为你们都离开神了 但是我告诉你 祂是真理的圣灵 你们借着我的道 认识了神 借着我的道 被成圣之后 慢慢你就对这个圣灵 有感觉了 你就知道 祂感动人 充满人是怎样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认识圣灵 最健康是要从哪里认识 从真理开始认识 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的神迹 身体得医治 什么 你进到这个教会 很多爱 每个人都宣讲 见证 上帝的 你不要陶醉在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今天讲见证的人 明天跌倒了 好像他讲的是假的 那时候你的感觉又另外一个 对不对 千万不要受这些影响 马上要回到真理说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话 然后这个圣灵 你继续认识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二十六节 但保慧师 就是赴英文的名要 拆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 谁说没有感觉 各位不要认为 圣灵只是哭哭干干的真理 道理 有感觉的 祂使你的心受教 使你的心想起祂的话 使你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有感触 你的心有受指教 对 这是主的心意 这是主喜爱的 那是主讨厌的 有 有 各位有没有 有 但是要借着什么 借着你 清楚认识真理 确认真理 然后前面说什么 你遵行神 在遵行祂当中 你对这个圣灵的带领 和祂感动你的那个感觉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听得懂吗 所以不要误解 所以不要随便 圣灵感动我 圣灵感动我 这个东西 每次讲这句话的人 等一下另外一句话 就圣灵感动 他完全另外一个东西了 所以你就知道 你在靠感觉了 然后圣灵呢 圣灵是会不会给人平安的 会 当你受指教 你想起祂的话的时候 二十七节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这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吃的不像世人 你一定问 世人要的是什么 世人要的是什么 满足自己的情欲 对不对 所以世人 很多的人爱他 他的事业很成功 人人都对他好 他就能够感受到 平安 我所吃的跟世人吃的不一样 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惧怕胆怯 所以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圣灵的工作 真的是 你开始要认识 你先要区分 什么是世界的 什么是真理讲的 听得懂吗 你一定要开始区分 什么是情欲的 什么是从你信了神的 道而来的感动 这个你要区分的 连这个都区分不了的话 很混乱 所以人家走进教会 随便发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听了很好 你就接受 听了不理想就不接受 今天来教会的感觉很好 可能是你昨晚睡够 所以你来教会感觉很好 今天来不好 奇怪 所以这个灵混乱的时代 是什么意思 情欲跟圣灵的东西 混乱 混乱 一起讲 一起讲 从神来的医治 还是邪灵来的 这些医治 什么 这些带来的 混乱 所以人分不清 分不清 圣灵带来的善行 预备你行各样的善 来荣耀神 跟人的善行 人的谦卑 分不清 混乱 都混乱 所以这个世界 宇宙只有两种 对不对 一个是调动你情欲的 那个邪灵的工作 一个是圣灵的工作 如果 你是一直被圣灵 触摸 触碰 你是跟着它同行 你的心思是越来越清晰 你的心 心境是越来越正常 不会胡思乱想 该想的想 不该想的 不用想 精神越来越健康 心灵越来越平衡 阿们不阿们 现在我们都是这些 问题的病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一个病人 都是这个光景 我的病是为什么 我的病是我小时候 没有人爱我 我的病是我受过伤 就是一个都变成心了 问题是你还没有进到 心的里面来活 对不对 这个过了 但是我该想的 一直想 也很错误的解释 一直解释 以前 那些 不应该讨厌的 一直放在里面 你一直讨厌 你一直苦读 然后呢 你就参加了什么 一些教会的辅导学 心理学 那些辅导学 乱七八糟 跟你说 你以前这个小时候 受过伤 爸爸妈妈 重男轻女 所以你现在心理不平衡 什么这些心理学 又来了 然后所以呢 又来 又给释放医治 大家一起来 关灯 音乐 开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哭 哇 很舒畅 哇 圣灵感动我 混乱了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都是在玩弄人的 心灵的东西 没有把圣灵的东西 讲清楚 真理 因为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 就是靠感觉 来讲感觉 都是错的东西 你们要听牧师的道 前面十五分钟 是全部要拆毁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前面十五分钟 讲的都是拆毁的话 没有拆毁你怎么重建 你在空中建楼 就是下面是很弱的 然后你建什么东西 都是垮下去的 所以全部要拆毁 重新建造 那你说牧师每次来都拆毁建造 那几时才够啊 几时拆毁 拆毁到几时啊 因为太多东西要拆毁了 太多拆毁了 我这边拆毁完了 回去之后又发现 又有摇动的东西 真的 你又要拆毁 尤其是这个时代 经历与真理 这个很重要的区分 现在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以经历为真理 或者以经历来取代真理的时代 加一个时代 各位有没有感觉 现在这个时代 你到教会去 你喜欢听见证 还是喜欢把教义搞清楚 真实的讲 牧师一上台讲一个笑话 哇 心开了 对不对 然后讲一些见证 哇 很有感触 我说很有感触 今天你讲你师母的见证 很有感触 各位 师母也会变的 对不对 牧师也会变的 但是神没有变 上帝的公义慈爱没有变 那个没有搞清楚 你单单听个见证 回去 发现我的情况 跟牧师的情况不一样 那另外一回事了 人都喜欢被经历 也触碰的 用见证来取代神学教义的时代 就是出现了 所以教会里面 现在很盛行的这些 我再说一次 释放医治 心理学 刚才我还没有讲多一个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信心运动 英文叫做 Word Faith Movement 这些什么释放医治 或者成功神学 都是在这样的运动 Word Faith Movement 你只要信 就必得着 Word Faith 那个神的话 圣经说什么 你所愿意的 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Hallelujah 一起讲 Amen 各位 前面的句话是什么 前面的句话是 主说 若我的话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合一了 对不对 你们心中有我的真理 你们所愿意的 那个愿意 祈求 这个是谁愿意的 主跟你合一 祂的道在你们里面 运行的时候 使你们愿意的 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Amen 但是Word Faith 信心运动 是不讲这个的 信心运动 你们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这是主耶稣的话 所以他们是 断章取语的 有一个牧师这样讲 上帝知道你们 一切的需要 圣经说 你们先求 神的国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这一切啊 上帝知道你们需要的 一切的一切 你们需要什么 举手 你们现在需要什么 向神求 你们想象 你们要的东西 都在你们 因为祂讲 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各位这句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们先求神的国神 对 这国和义里面 有一切的一切 对不对 当你的心寻求 祂的国 祂的义 在上帝里面 就各样 美善的恩赐 全备的赏赐 都加给你的 不斥责任的上帝 都加给你们 但是这个国和义的东西 没有那种清楚 这一切的一切 每次这样 每次讲这个 你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这是主耶稣的话 对不对 的确是圣经的话 但是你拿走了 那个话语的灵魂 所以word faith movement 是很危险的 成功神学 恩典福音 这些都是 他们在这个word faith movement 里面 来建造他们的神学 你们知道吗 他们是建 所以你不能说 成功神学是没有神学的 你不能这样讲 每一个教派 都有他自己的神学 但是你知道吗 经历 It's okay It's alright 对不对 有病的人找我 我为他们祷告 他们身体得医治 我都经历过的 尤其我到大陆去的时候 有很多有病的人 他们找我排队 我就祷告之后 一年之后 牧师 我已经什么病症 肾病啊 尿毒病啊 吃的好了 我也不知道 上帝这样奇妙的做 感谢主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把那个精力 成为一个神学 就糟糕了 你能听得懂吗 因为你把它绝对化 你把它绝对化 为什么你把它绝对化呢 因为你太喜欢你的感觉 你的经历 你的积极的感觉 你正面的经历 你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你们要用心灵来听 我现在讲得到 各位有没有为孩子的学业祷告过 有没有 有 那孩子后来考得不错了 哎呀 祷告了 看到成绩单了 哇 心里面的感恩 快唱 有没有 然后赞美神 太美了 对不对 那个经历 这个没有 对不对 这是神来的 的确是神给的 我也为我孩子祷告啊 后来他们进了好学校 也有的 对不对 这个经历呢 在你的心里面 这就是神了 这就是圣灵了 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姐妹 或者父母 孩子污入歧途 为孩子祷告 我来退学 对 很痛苦 然后孩子呢 完全不听话 甚至最后 又有孩子遇到忧郁 也有这样的事情 怎样祷告 孩子都不得释放 那个父母很痛苦 然后你安慰他 你有上帝所爱的 他是上帝所爱的 这个孩子呢 你不要看他的现象 他是上帝 上帝比你更爱他 上帝要用这个孩子 来更新你 你这一路来 对不对 你给孩子的压力啊 你不理解他的 你的计划 你的理想 要成就在他身上的 现在你 因这个悔改 然后交给神 然后他痛苦 但是在这个痛苦 悔改当中 他得到扎心 圣灵在他痛苦 挣扎当中 安慰他 但是他的问题 没有马上得释放 他又是又回去 又看到孩子 又很痛苦 然后呢 又在祷告 又得炼净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炼 老炼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圣灵的爱 总是在那个患难当中 又浇灌 又浇灌 在他的心中 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 跟刚才你孩子 祷告的时候 考第一名 真的考到了 那个感觉 各位 这个两个感觉 你喜欢哪一个 喜欢哪一个 为什么你们笑 这个很简单的 你当然喜欢第一个 对不对 这个第一个嘛 对不对 当然喜欢第一个嘛 我也喜欢第一个 你学下来祷告了 后来成绩单了 全部不及格 你喜欢这个 但是 各位注意听 但是你不要把 那个第一个的 那个感觉 把它成为 一个教义 成为一个神学 那就糟糕了 这些恩典福音成功神学 都是这样的 这些Word Faith Movement 因为他知道 人性是太喜欢 那种感觉了 你有病啊 一直不得 一直啊 每次听到医生的报告 哎呀 然后教会祷告 祷告 又在听 后来啊 高血压 降了 感谢主啊 哈利路呀 圣灵感动你 对不对 圣灵充满 那个感觉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起来 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啊 有信心的 全部会得医治的 哈利路呀 就这样开始讲这个道了 糟糕了 你没有打开眼睛 看到 有这么多人 爱主敬虔的 他们在身体的病患当中 父侍神 你们没有听过 尼陀生的见证吗 尼陀生的也是 身体很软弱的 每次讲一个道 就倒下去的 他一直祷告 主啊 一直我 我这样讲道啊 后来有一次他做梦 做梦他就 这个 船的时候 他在坐船的时候 看到一个大岩石 对不对 那岩石 主啊 能不能把这个岩石除掉 给我这个船 能够就是冲过 很顺畅的过 主 这个岩石一除掉的话 很多的这个村落 全部被水在 所以你要靠主的恩典 然后主给他看到 这个水涨起来 高过这个岩石 然后他的船过去 这个就是保罗所经历的 在他一根刺 肉体的一根刺里面 他怎么依靠上帝的恩典 恩典够用 对不对 这个感觉 各位不太喜欢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那是真正让你认识 圣灵的 那个途径 因为 我们堕落的人性 如果你是真的是属于主的 我先讲 我现在也不是说 你的孩子不能考到第一名 你真的是属于主的 主会给你第一种 圣灵的感觉 就是让他看见 他的慈爱丰盛 教你凡事顺利 对不对 这些也有的 但是他也会给你第二种感觉 就圣灵里面的 在炼尽 患难 忍耐 老炼 然后你的心里面 生出的另外一种盼望跟向往 已经不是地上的那种喜乐 虽然一宿必有流泪 早晨必定要欢呼 因为你挣扎过了 你一宿的流泪挣扎了 虽然早晨的时候 你的情况还是一样 但是你的心已经过了 主啊 这情欲的东西 没有一样能够给我喜乐的 只有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的救恩就是我的喜乐 阿们不阿们 你要走到那个地方 但是我 今天为教会流泪的地方 就是 只有把这种经历 见证 那种积极的 成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 所以Word Faith Movement 信心运动 这种东西就出现了 我甚至讲 对不起 我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 很多 其实都是这个Word Faith Movement 其实都是在这样走的 你们在灵恩经历过的这些东西 有些是很保守的开始讲到 但是因为群众来 群众的需求 我们每一个礼拜要嗨 给我们嗨一下 我们生活都很痛苦了 所以这些牧者们 就这样讲到 他们就失去那个指标 就失去那个保守 背十字架 舍己 跟从主的那种喜乐 这种东西少讲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说 牧师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这样的 你们知道我们做牧师的 最怕的是谁吗 我们做牧师的最大的试探 就是人的要求 你们知道吗 当人一个一个涌进这个教会 然后跟你说 牧师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这个 然后你的信息慢慢慢慢就变了 很多牧者的信息是这样变的 对不对 典型是我们康熙牧师 新加坡的 慢慢从很 就叫人背十字架的信息 慢慢讲到成功神学了 就这样变的 圣经里面有谁是这样的 亚伦 对不对 以色列人 哎呀 摩西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了 你给我们造一个牛肚 带领我们 亚伦 就把这个金银全部拿来 造成一个牛肚 这个在旷野就发生了 所以全部的假道 偏颇的道 都是群众的情欲 群众的情欲 很大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扭曲讲台的信息 其实背后是邪灵的工作来的 邪灵 邪灵不会叫人 讲不圣洁 真的是罪 淫乱 这些都是我们享受吧 邪灵不会这样做的 这样没有人要跟随的 邪灵是很狡猾的 对不对 潜移默化的 然后用积极的经历 所以我在这边说 我并不是反对 我们有积极的经历的 我并不是反对的 我们应该也要经历那一刻的 如果你人生里面都是痛苦的话 那应该是 其实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折磨 如果你好好打开眼睛看 主有叫你喜乐的事啊 主有给你喜乐的情况都有的 所以特别我跟各位说 感觉过于思想 我特别要为各位紧张 谨慎的事 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感觉过于思想 各位 神的话是给我们思想的 对不对 神的话给我们思想的 这个mind 情感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调整情感 不是去满足它 你的思想要正确 正确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思想 神的医治是怎样的医治 你有病痛得医治 对 你有病痛得医治 但是你有神的话的思想的时候 你会想说 那我的病得了医治之后 我还会死的 对不对 所以永生最重要 接下来就是什么 我这个身体怎么使用它 短暂的肉体怎么使用它 最重要 我为了什么活 为了什么读书 为了什么上班 最重要 对不对 一定想这个 金钱得医治 所以很多教会讲 financial healing 经济得医治 经济得医治是什么 已经没有阻拦了 对不对 上帝要给我的全部来了 很多的教导是这样讲了 对不对 你们 有一个壮士 你要进入壮士的家 你空绑壮士 所以壮士是撒旦 空绑它 然后你就可以抢夺这个家具 家具里面很多的钱财物质 你要的 你的房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经济得医治 不是你有多 经济得医治是你怎么用 听得懂吗 你怎么用 你怎么用才是经济得医治 如果你有多 风险一点都不能 你是被情欲捆绑的 阿们不阿们 所以这个叫思想 思想 我跟各位说 神的话都是在建立思想的 这个mind 如果下午我有空 我给各位这个教导 你的思想怎么坚强 思想怎么争战 这个东西 有些人问这个问题 牧师 我现在要找教会 我要找怎样的教会 各位你要怎么找教会 一般的人是 这个教会有没有主日学 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 英文堂 中文堂 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这样找吧 对不对 其实你根本没有问 我去到什么的教会 我的思想体系 能够正确的 借着神的真理 被建立起来 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 她说 我很喜欢朱牧师的教导 朱牧师的教导 中心抓得很清楚 中心 然后这里什么都有 主日学 什么都有 聚会完还有吃饭 很好 然后有一天 她的儿子在教会里面 被人欺负了 那天 给她很大的震撼了 然后我们快点安慰她 放心 这个欺负你孩子的也有问题 我们已经教训她了 所以你怜悯的 然后第二个礼拜来 又被欺负了 但是这次是被牧师的孩子欺负了 我的小儿子看 不听话 打她屁股 第三个礼拜不来了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这个姐妹 我也很怜悯她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要什么 你们了解吗 你们来到一个教会 一定情感受触碰 一定会有的 不管怎样蒙恩的教会 只要那个教会里面有罪人 你们甭想不受伤 绝对不可能 甭想不受伤 但是 如果你的思想被建立了之后 对不对 我要给我孩子最蒙恩的是什么 各位 我们三十六课给你们一个思想 孩子要蒙恩的一个中心在哪里 父母要蒙恩 父母的思想观 价值观 人生观要清楚 父母有意向 父母有宽阔的眼光跟心灵 不是主观 有客观的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主要 我来到这个教会 我要先建立我自己 所以我回家才能影响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来 这个好的老师这样教导 这个孩子刚好教英文 更好学英文 这些全部都是本末导致的东西 所以你要得的是什么 你一定问 其实大多数的人 他们都是在这个 他们要感受好 不是要思想被建立 所以 这个时代 我跟你们说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 是一个 旧战争 但是新战场 你们了解吗 为什么叫旧战争 从亚当离开神之后啊 他们都是受这个东西来影响的 所以都是感觉胜于神的话 感觉过于教义 感觉过于思想 旧战争 从人堕落的第一天开始 对不对 这个该影马上看 其实不用该影啊 这个亚当马上 他看夏娃的感觉啊 变了 以前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是从神的真理说出来的话 对不对 现在是叫我犯罪的女人 马上 他的感觉是这样了 对不对 所以一切夫妇的爱淡化 都是因为这些 我们人的罪根的问题 这个是旧战争 但是为什么叫新战场 因为在这个时代呢 这样的趋势啊 是更兴盛起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时代 我给各位几个例子 你们写下来就好 第一 这个世界现在的流行文化 你们看流行文化 好像K-POP啦 这些啦 都是讨人眼目的 所以你看教会 奇怪哦 为什么这个讲台变成舞台 你们慢慢会感觉的 教会里面的歌 这个歌慢慢是受世界的歌影响 各位世界的旋律好听 还是圣诗的旋律好听 现在都是情感触碰嘛 触碰了就行了 当然我不能说这些歌 有些是不 但是我后来发现 很多现在基督教的歌 都是把这个Personality 人的Personality 带出来 你们了解吗 人的Personality 不是把神的荣耀 那个尊贵 Majestic带出来 都是主啊 你不离开我 你不离不弃 都是情感方面 需要安抚 各位这个 不是叫人看到神的荣耀 饶恕我的罪 在永恒里面爱我 然后呢 人马上活起来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歌 是越来越没有水准 没有水准 只有旋律曲调 扣人心弦 就抓住你的心 我们的心灵的机能 有一点不正常 所以这个流行文化 带来的 你们一定明白 流行文化 第二呢 心理学的提倡 所以不能因性真理 而叫自己的心得释放 反而心理学 关注很多心理动向 这个是心理学 第三呢 积极思想 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所以像Jack Ma 这些马云 这样的人 他们的这些人生哲学 是都有道理的 我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缺了福音 但是他们的这种演讲 说法 很能够吸引人 因为积极嘛 但是积极你要知道 你不需要神 你也能积极的 但是神的话 从来不是叫你积极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 神的话给我们什么 第四呢 还有我是发现 现在的人 对政治和经济的关注 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升了 各位有没有政治 这里有没有因政治吵架的 有没有 我去台湾 整天因政治 讲台都是讲政治的 美国现在也是 政治都是吵起来 这个partisan politics 你什么党派党 还有经济的东西 因为世界 这个钱财流动越来越快 好像最近澳币是不是贬值 有没有 你们没有关注吗 这个东西 我都关注这个 我关注是为了讲道 不是我有买什么钱币 什么这个东西 我关注 我就感觉报纸 为什么都是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今天股票上 美国的经济 买股票的人很紧张了 他的心是跟着这些动 所以你的心一直跟着这些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看到的 听到的 是直接影响你的 也加上 还有第五是什么 internet 网络 你一直看到的东西 是触动你的眼目跟耳目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带来 有一个叫人真的祸患 尤其是把感觉是从哪里 你的环境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然后你直接反应 这些是带来很严重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 还没有带来祸患 把这些东西加上 很多神秘的信仰 把神的话加进去 这些神秘的信仰 什么释放医治 超自然的体验神 发育员 新使徒运动 这些就会带来 a disaster 这是祸患 is a disaster 这是祸患 信仰的祸患来的 所以到什么祸患 情欲跟圣灵 感觉跟真理分不出 所以很难教导 现在的道越来越难教导 以前讲了人家就顺服了 现在也不能 一定是心灵里面出现问题了 所以最后 我讲完它 你一定要认识 真理的圣灵 我们主耶稣介绍的时候 真理的圣灵 各位真理很清楚 对不对 真理告诉你什么 各位看得到吗 真理很清楚 说了 对不对 三十六课 我不用再讲了 我们怎么认识神 然后与神交通 与神同行 这是真理是告诉我们 教我们再讲一遍 认识神 与神交通 与神同行 这个三样东西 真理是讲这个 所以真理教我们 因着信 这句话很重要 因信 信 请大家注意 不是用你里面的激情 信的内容 信真理 因信 与神 和好 对不对 这个是罗马书 五章一节 接着信 被称为一 在基督耶稣里面 与神相和 因信 与神和好 各位 我现在问各位 你与神和好呢 是 你知道 上帝爱你 还是 你知道上帝爱你 你也爱上帝 回答我 你们 你们 听得到吗 你与神和好 是 你知道 上帝爱我 我知道上帝 我也爱他 对不对 这个叫和好 两方面的 为什么彼得 最后呢 他又去捕王的时候 打鱼的时候 主耶稣知道 三次否认他 又找他 彼得你爱我吗 虽然彼得的爱 是永远不能 跟主的爱一样 对不对 主是 爱我 我是 非流 我只是一个 这个爱是很欠缺的 但是主 主三次问他 三次 为什么要问 因为 当一个人能说 主啊 我也爱你 但是我的爱不够 求主灵敏 但是我也爱你 其实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和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很奇妙的 一个奥秘来的 我们孩子们 你知道你爸爸爱你吗 知道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总是跟爸爸讲话的时候 眼睛不能看爸爸 因为你心里良心被控告 你知道你不爱他 还是你不尊崇他 这个 所以与神和好的一个奥秘 因信 因信 爱神所爱 然后 悟 神 所悟 有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神所爱 悟神所悟 换句话说 得着 主的心 这个当然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越来越明显的 我昨天说什么 当人重生之后 他对这位永生神 一个基本的爱 生出来了 然后从那时候起 他对世界的爱 开始减少了 然后在他继续听到真理 受真理的灵光照的时候 他心里面出来的一个 他得释放自由 医治的一个证据 就是他开始 爱主所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姐妹们 结婚的 还是爱你的丈夫 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好 也开始对他改观 能够爱他 然后悟神所悟的 那个偷取上帝的荣耀的 邪恶的 淫乱的 贪心的 开始悟了 然后你开始有焦急 你焦急什么 你为你的孩子焦急 以前是他学业不好 现在为他焦急 他不爱主 所以焦急 这个新的情感出来了 新的情感 New sentiment New emotion 也出来 这样的人的心灵 是很健全的 很健全的 如果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心灵是最完美的 最健全的 你喜爱主所喜爱 讨厌主所讨厌的 你的心灵会不会得意志 最得意志的 最幸福美满的是那个光景 然后你说 牧师啊 我的心灵里面 有时候 还是会有杂念 私欲 或者不遵行神的 或者不爱神所爱的 有些不是这么爱 对不对 主教我不要爱钱 但是有时候 我看重钱 很看重 所以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你因性的结果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 你被教训 被读者 然后归正 学义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句话是在哪里 提摩太 你们的圣经知识太好了 三章十六节 这里说什么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训 读者 归正 教导人 学义 是有益处的 各位 所以听清楚 现在我要讲的话 你因性的结果 并不是你能完美 但是你因性的结果 你的心灵会出现 圣灵的教训 光照 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圣经是神的话 神的话 神所默示的 要教训 教训 使你归正的 有时候你走偏路的时候 有上帝 所以刚才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问我 问牧师 那是不是 他像大会这样 他犯了罪之后 还有这样的后果 在他的身上 好像是管教 对不对 有时候 各位 有时候会很害怕 上帝会不会这样管教我 上帝叫他的孩子死掉 等下 他这里也叫我的孩子死掉 上帝不是这样 这个罪也有层次性的 对不对 这个君王 他犯了这样严重的罪的时候 上帝是一定在那个方面管教 但是你一定记得 他的儿子被拿走之后 跟八十八生的 后来第二次生的是谁 所罗门 所罗门的名字叫什么 蒙爱的 对不对 Love 蒙爱的 所以上帝总是用怜悯来结束的 总是 但是上帝一定透过什么 教训 读者 当你归正的时候 上帝的怜悯就出现了 上帝是慈爱的 绝对记得 然后最后 说什么 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善 所以一定行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实践的信仰 就好像什么 空头支票 我给你一百万 但是没有签名 这个是没有 所以你没有行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你真心 你骗你自己的 骗你自己的心灵 所以没有行道的人 不得一致的 没有行道 你挣扎过之后 起码 主啊 我被教训了 我挣扎过之后 我起来 我知道要做什么 起码这个主日 开始去教会 起码开始 我要怎么为我的家人祷告 起码开始 我在做骗诈的 什么东西的 淫乱的 还是什么 主啊 这个地方我要开始祷告 我要脱离 你开始要行道出来的时候 主的怜悯 是领到你的 有行道 行善 奇妙不奇妙 其实神的话 是很扎实的 因性的结果 与神和好 爱神所爱 悟神所悟 因性的结果 有时候软弱的时候 被教训 独者 因性的结果 非要实践出来 实践的信仰 愿主祝福 我们众弟兄姐妹 不是进到 感觉信仰 这个emotionalism 还有什么 现在这个时代 easy belivism 这个叫什么 亲信主义 只有来到教会 宣称我信耶稣 谦卑行善一点 在教会服事 就能得救 哪有这回事 Billy Graham说 哪有这回事 你的生命没有改变 你绝对见不到神 Billy Graham 讲这句话 你生命不用改变 行善 受洗 这样 No 这个叫亲信主义 最后 你们一定会看见 很多人叫我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祢的名 敢归讲道 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是作恶的 所以我们去到天国 会有很多惊喜的 第一个惊喜是什么 我没有想到你这样的人 还可以来 这就是出现了 求你怜悯我 我那时候是软弱 他是我真信的 我天天跟我的软弱挣扎 很痛苦 原来蒙主 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为什么我以为会来的 没有来 就没有来 原来他假信的 每次宣称 但是其实没有性的凭证 在他身上 还有第三个惊喜是什么 第三个 为什么某某牧师 长老没有来 这是家教师 没有进到天国的 主说从来不认识你们所做的 也不认识你们的生命 所以天国上去去 我们下回去的时候 是一个极大的惊喜 但是圣经叫我们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惊喜 现在你要确定 更加的殷勤 有了信心加上德行 德行加上知识 知识加上敬虔 敬虔加上敬虔 有爱敬虔 继续 你在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永不失跌了 对不对 圣经是这样讲 愿主祝福我们 今天我倒讲了很久了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 2点 2点40分 2点40分 我们再回来 我就讲一篇就好 我尽量简短讲 那一下午大家很昏睡了 回去睡觉 然后之后 我给各位问题解答 你们要问 都问 这几天要讲的 或者你们心里还有挣扎的地方 你们都可以问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祢今天 有这样的教导 使我们很清楚知道 主祢在这个时代 为教会的心意 特别主 祢透过祢仆人所讲的 要维护教会的纯正性 唯独性 特别唯独真理 唯独基督的 也从信基督 确信真理 来经历 一个圣灵的感动 这方面的教导 教会特别需要 求主透过这样的教导 来光照我们 也建立祢的教会 让信徒能够 在敬前上 继续这样追求 坚信不移的 继续来到主的面前 主 我们还有的一些误区 祢的仆人也 可能讲得不够的 求主亲自来 显明光照我们 感谢主 给我们特别灵力 智力 体力 来领受祢的道 我们下午的时间 也交托给主 给我们足够的休息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 可能会到真的 葡营 敬金 入院 感谢 就是